你好,今天来讲讲昨天发生的在深圳的日本人学校一个十岁的男童 被中国的一个暴徒袭击身亡 用持刀袭击身亡这件事 因为呢,最近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次 你比如说六月份的,当时在吉林 美国的四个教师,康奈尔大学的四个教师被袭击,捅伤了 后来回到美国了 六月份呢,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在苏州 其实苏州呢,有很多的日本的企业,有很多日本人住在那 苏州呢,也是日本人学校 当时呢,有一个这个校车阿姨胡有平 当时挺身而出,救下来那些被暴徒袭击的孩子 但是他本人呢,不幸遇难了,被这个暴徒给捅得身亡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发展到现在 其实像昨天这个日子啊,9月18号 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典型的 中国的这种仇恨教育,排外恐怖主义 这种民族情绪,已经成为了一种恐怖主义啊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属于当代的义和团,已经开始行动了 那么,其实说说这个仇恨教育啊 其实在中国呢,他用了一个美其名曰的包装的说法啊 叫爱国主义教育 那么其实爱国主义教育呢,就两条 我们上学那天天被灌输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的印象 反正小学期间吧 什么小兵张杆了,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优机队啊 就这类的这个抗日神剧,没完没了的,每年都得组织看 那小孩呢,就是看个热闹 但是呢,你会记住那种仇恨啊 记住我们啊,勇敢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主义 那日本什么帝国主义啊,和日军抗争 这是英雄啊,这叫有范儿 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潜移默化的灌输在孩子心里面 所以呢,这个爱国主义呢 他用这么一个大筐往里边装啊 实际上爱国主义就干两件事 一个呢,是强调自豪感 这个自豪感呢,主要是讲我们有的东西 那强调自豪,比如说什么历史啊 什么文化呀,古迹呀,四大发明啊,等等吧 强调使命感,那强调自豪感啊 第二一个呢,树立使命感 树立使命感呢,也是干两件事 一个是远大的理想抱负 什么实现社会主义啊 我们小时候四个现代化等等 其实使命感当中还有第二项任务 就是仇恨,报仇血恨 一直给你灌输这个东西啊 而且你看中国的这种仇恨教育 它有一个鲜明的特征 就是反复的告诉你 这个仇没报 就是现在进行时 这个仇可没报呢啊 你们都得记着 报仇血恨啊 就对孩子来说 对一些已经这个遭受这种精神鸦片 洗脑过多的这个人来说 他一定会以身试法 他觉得你这个仇没报呢 那我就得取报啊 我有这个使命 因为从小的这种教育 所以中国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包装下的仇恨 其实呢 它强调一种使命感啊 就是我现在得报仇啊 报仇血恨 这个东西啊 一直都存在 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呃 当时呢 有一次有机会啊 碰到两个从日本来的 这个就是客商吧 其实当时呢 也不算人家合作啊 就是人家来看看啊 谈谈未来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因为当时呢 他们在天津啊 做一种什么产品呢 一种饺子 一种啊 这个当时我们见是挺好奇的啊 那是我们在一个公司 把单位做食品出口的这类的啊 做贸易的 然后呢 他那个饺子呢 能够啊 就是已经熟的啊 放在微波炉里面 用微波炉打三分钟 直接就能吃 这种饺子 我们是没见过 有这种啊 就是 哎 这个 微波炉打完之后 这个 这个跟煮的一样 而且它是鱼肉馅儿的 所以这种工艺 这种做法 是来自日本的啊 所以当时呢 有那么两个日本客商 然后呢 有一天 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那个业务的领导吧 反正又叫了一个财务部门的一个人啊 请人家这两个客商吃饭 请人家吃饭的 为什么叫财务的部门呢 因为好报销啊 你是这个单位行为啊 叫着这个财务呢 也给他点油水啊 去一个好餐厅吃饭 我们的一个跑业务的 跑腿的也跟着一起去 负责财务呢 姓张 那张主任 部门 他不管业务 但是他就跟着白吃白喝 最后这个回去能报销 你得带他 得得得得 让他得这个这个占点便宜吧 就这么个意思啊 吃完饭之后 去这个当时天津啊 金黄大厦 有个KTV 金黄大厦的那种量饭是KTV啊 不是有这个这个小姐做陪的那种啊 然后呢 他们是来了一个老头 和一个年轻一点的姑娘 那个年轻一点的姑娘会讲点中文 但也不是特别多的会讲 那还行 因为那个年轻的姑娘呢 他妈妈是大连人 他爸爸是日本人啊 那老头是纯日本人 所以呢 就参加吃完饭之后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啊 那个那个 你们吃完饭还得喜欢唱着歌 咱一块去 我们也跟着一块去 结果唱歌的时候 就这个张主任 负责财务这老头子 就神神叨叨的 唱什么呢 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英雄儿女了 什么这个大刀 什么鬼子头上砍去了 就是我们想以前也跟他唱过一次 他不是唱这个呀 后来呢 就发现他那眼睛 他唱着歌总看人家 唱着歌总看人家 我们当时呢 觉得他是开玩笑 然后呢 转天啊 这个回到单位闲聊的时候 我们那个主管就说 昨天张主任啊 那是在小日本面前展示啊 要看看咱们现在厉害了 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是那种报仇意淫啊 就是你看日本人来了吧 你在我这儿听我的啊 你看我们唱这些歌啊 你得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的 他有那种 在这种场合当中 实现我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线下实践的这么一个想法 无差别的啊 而且他猜的这种体现是无差别的 你看这个前些年啊 有一个这个谁啊 这个湖南卫视 有一个节目 叫天天向上 很多年以前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 天天向上的汪涵主持的 其中有一期 我印象很深 那个主持团里面啊 有一个日本的主持人 叫浩二 那小伙子啊 也是在旁边跟着这个汪涵 一起组织 那天来了个嘉宾 就唱红歌的那个刘斌 南高音唱红歌的刘斌 请他来 然后呢 他就唱了一首九一八 唱完九一八之后呢 就跟那浩二呢 就说了一些 非常有攻击性的话 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啦 军国主义啊 什么怎么样的 还饱含热泪如何 弄得那浩二呢 非常尴尬 那件事情呢 后来也有啊 网上也有 报纸上也有登的 就是说呢 这件事情 刘斌 哎呀 这做的 这个大家有 一些微词 当时呢 像这个什么 这个汪涵呢 他们还说啊 浩二就是跟我们 很好的合作伙伴啊 工作在一起 人也很好 怎么怎么样 给他解释解释 其实从那件小事 能看得出来 像刘斌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骨子里 和广大的这些 被爱国主义包装下的 洗脑教育的 精神鸦片 常见灌输的 普通的这种人一样 他有一种无差别的仇恨 你像这个 去深圳 日本人学校 砍这个小男孩 就是一种无差别仇恨 他搞不清楚历史怎么回事 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怎么回事 到底这个背景过程如何 当下应该用怎样的历史观 来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这所有的背后的一切 都是举国体制下的这种洗脑教育造成的 这是很遗憾的 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同时呢 我也觉得像那个44岁 现在抓到的那44岁的那个暴徒 他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也是在这种仇恨教育灌输下的 把一个正常人的思想和思维夺走了 把他已经灌输成为一个暴力的杀人机器 那么这个10岁日本小男孩呢 其实他是生命被夺走了 那么这个44岁的这暴徒呢 是他人的思想被夺走了 都是受害者 都是受害者 而且我想啊 就是我去看过啊 在美国的印第安博物馆 还有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 都在DC 华盛顿特区里面就有 里面有很多 包括国家大案馆啊 里面有很多 就是美国历史上 美国人怎么去杀这些 这个印第安人 怎么血泪之路 如何如何形成的 现在还有很多印第安后裔 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 看着更触目惊心 但是我发现像这种啊 现代文明国家 包括日本广岛 长崎那个原子弹的旧址 那也有啊 今天还有网友在推特上发 其实现代文明国家呢 是建立一种对历史的反思 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那么我们作为当代的人 怎样看待那段历史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避免出现那样的事情 而且历史上有啊 在这个犯过错误的人 犯过战争罪过的人 都有这种道歉 赔偿 追责 反思 其实日本当年对中国的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程序都有 但是现在中共不提 日本是中国 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当时人家也提出赔偿了 但是毛泽东不要 所以这个东西人家也道歉了 也赔偿了 也追责了 也反思了 但是中国的这种洗脑教育 叫常年的名 就是这个利剑高悬呢 就告诉你 大仇未报 这仇没报呢 你们得记着 报仇雪恨 这个是非常野蛮的这种教育 这个是中西方对待这个 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种教育呢 不同以及对待历史观的这种反思 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对人的伤害 确实是特别大 而且你看 像现在很多 我看到有一些什么五毛 乱七八糟说 这不就是一个偶发事件 其实你要看 它到底是不是偶发事件和个案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 这个线索 就是它这个案件 有没有公开的报道 有没有允许媒体去报 中国现在是打压的 包括财新网 报了一下 昨天就被封杀了 所以中国不许报 不许调查 不许警方公布案情 犯罪动机等等细节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反复的说过很多次 就是吉林这个事件 一直没有更多的信息 向我们公开分享 中国为什么不报 其实这就是政府有组织的 对民间仇恨的默许和背后的支持 就是这个 你说它是个案 还是说你这种仇恨教育下的群情积分 其实这个就能看得出来 而且背后有没有政府的影子 当然有 就是它保护这种暴徒的信息 以及不对外公开分享 就是要掩盖这些暴徒的犯罪动机而已 您如果真实的去调查 当然他们也可以作假 说因为精神病 因为下岗失业 他就碰上了 正好碰巧撞上你们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像现在 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的 有生意往来的这些朋友 其实去中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看到很多老外的帖子 就在中国 起码你不要谈论政治 就是说不要谈论政治 在中国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那么现在看来 其实更多的 你要隐藏一些外国人的符号 你说他去跑到 918当天 跑到日本人学校 那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攻击 所以你要身上没有体现日本人的符号 你就不要出现在日本人学校周围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你自己容易被袭击的一个需要小心的地方 外国人基本就不要去了 现在美国国务院都在说什么中国橙色预警 这个那个的 其实基本上就不要去了 现在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且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媒体也在分析 你像这个纽约时报的说法 中国一系列发生的袭击事件 令人担心 中国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 这种情绪在政府的煽动下不断升温 升温而且蔓延成暴力 从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北方的预袭 以及六月份中国苏州的事件 中国政府都称 这些攻击是公立是孤立的偶发事件 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由此以来一直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 用来争取其统治支持的有力工具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评论 那么我自己呢 昨天也在推特上写了一个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这种啊 面对举国体制下的仇恨煽动 抗日神剧的资本加持 爱国自媒体的流量推送 反剑谍法的匹复有责 排外情绪的高潮谍起 吃一韭菜必定成为政府转移矛盾的热血耗材 歇斯底里前仆后继的当代义和团已经开始 外国人一直不太懂 民粹主义既是他们可以随时调动的群体武器 也是可以随时推卸责任的偶发事件 这就是我自己啊 对这件事情的评论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